空勤總隊直升機停在空中 一名救護人員慢慢帶著人拉上直升機 男子穿著外套緊緊依靠著救護員 最後順利上直升機終於獲救 人人證明65歲的郭信登山客和其他三人 這個月7號從屯原登山口進山挑戰縱走 在高安東軍台灣池突然失溫 右腳也受傷沒辦法走路 山友們趕緊幫忙打電話求救 但天氣變冷兩名山友只好先撤退 領隊在山區陪同等待救援 消防局申請後立刻派遣花蓮黑鷹直升機 執行救援任務 隨後順利降落在德行棒球場 由救護車送醫治療 順利完成搜救任務 不過就在送醫後任務結束突然發生查取 才準備要回到機場的空勤直升機 因為空軍五連隊的戰機起降 意外停留在球場 將近15分鐘 等到戰機任務完成後 才獲准起飛回到基地 也讓不少民眾留下來觀賞空勤直升機的影子 本局昨日晚上地級派遣救援隊三人號 向山前往救援 那另外也申請直升機進行 今日的吊掛救援行動 信賴今日天氣狀況良好 直升機能夠順利的完成吊掛 波信登山客整整困了11天 19號氣溫也只有一度 可想而知事發當天溫度有多低 幸好送醫後沒有大礙寒流到來 氣溫奏降也讓登山客容易失溫 還是提醒民眾要上山前再三留意氣候 以為自己的身體無法附和 TV新聞高志宏花臉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